葉Sir Timelok 今天就去了另一個環境 去看我一位朋友的16200 collection 大家看得多運動錶都可能會比較滿一點 看到它有很多黑面白面 三文魚面大羅馬字 冰羅馬字 藍面大羅馬字 白面大羅馬字 六隻的combination 就是一個16200 其實它還有一個我忘記了個號碼 金鋼的16200款式 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16200呢 在我飾錶的時代 二手的16200和16234的價錢很相近 我現在不知道是不是 我現在不知道是不是16200和16234的價錢很相近 配襯了紅色帶光圈的16200 一般 以前就算是那一大部分 又不是對運動錶覺得大隻的朋友都喜歡買一隻 而且就覺得它的日用性比16234 就比較好一些 但我不理解 為什麼白金圈 光圈和蠔色帶有那麼多差異 但這隻銀幕面的16234 我自己相對來說 放在16200左右 我覺得錢的16234 就比較貴一點 而事實上 定價來說 16234當然比16200差很遠 起碼也有個 K白金圈 今年 GMT2強勢回歸 用豬帶 不過但是 始終市場都有它的 選擇者 大家在二手市場也好 新錶市場也好 豬色帶的售賣 是遠超過Jubilee的帶 還看將來會不會有 另一種改變 手錶潮流 反覆覆 大家都不能夠 這麼快下定論 多謝大家